一百二十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徐衣門 葉詠詩 來到這個鐘頭 大家會聽到的環節 就是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唐宋詩詞 廣播劇比賽 當然每次都會跟我一起 就有嘉賓主持 亦是資深的普通話老師 梁鴻英老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沒錯 老師每次都會出現 很留心地聽不同同學的作品和表現 還有他們普通話的發音 一些用語的語調 還有日常的用法 我們都會告訴大家 有什麼可以借減得到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老師每次和你聊天 多謝你 不客氣不客氣 我希望你也享受同學的表現 我一邊聽他們講故事的話 我自己感覺 首先當然是很高興了 因為我做這個節目已經是第三年了 每一次做這個節目 都看到同學不斷在進步 特別是小學組的同學 他們的進步很大 很明顯的吧 對對對 讀到語音發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說香港的孩子是很幸福的 哈哈哈哈 因為可能我們經常都說語言 你從小時候開始學開始接觸 開始經常用的時候 就會相對容易一點掌握 對 從小開始學是最好的 沒錯 除了在日常的課堂可以學之外 有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方法 都可以用就更加好了 也都是製作廣播劇 用這個唐宋思辭的故事 又可以發揮創意 甚至是考上同學的演繹 一次過滿足了很多不同的願望 還有一個挑戰 所以我覺得同學無論是甚麼組別都好 做得非常之好 對 很用心的 孩子的演藝很用心 所以你自己作為一個聽眾來講的話 如果我們在聽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會發現 應該要為我們今的一代感到高興 因為他們兩文三語真的能做到的 而且那個發音還是發得很好 沒錯 並不是很多的那些錯音啊 一些方言音啊 基本上我們聽廣播劇來講的話 我今年我感覺到現在為止呢 很多的發音對我來講 是感覺到比去年又更好 比前一年又更加好 所以一路一路進步看著我們都開心的 高興 老師每次指出的一些 大家可能忽略了 或者經常都會混淆的一些錯音 都是我們經常都會犯的 所以大家一路聽著的時候 希望都可以拿到一些提示 大家共同學習 繼續進步 今集首先出現的這一組同學 就是來自高小組的聖加勒小學 他們的作品名稱叫做榮娥 詠娥這首詩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是唐代初年著名的詩人 洛冰王所作 相傳洛冰王創作這首詩那天正好是他七歲生日 當天 家裡特地大排宴席 請來很多親朋好友 為他慶祝生日 宴會上 有一位客人忍不住故意向洛冰王提了幾個問題 試探他是否一如外界傳說這麼聰明多才 經過幾番問答 小小的洛冰王對答如流 這個客人實在非常驚訝 於是由衷地向洛冰王父親誇讚 令郎小小年紀 面容清秀 聰明伶俐 十分惹人喜愛 而且百問百答 真是年少才高啊 過獎過獎 全子不才 只是獵懂皮毛而已 不多久 洛冰王父親向一眾客人說 請大家品嘗我那人做的拿手點心酥油餅 不瞞你說 這酥油餅可是小兒最喜愛吃的點心 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媽媽當然做這一款他最心愛的點心 一聽到有酥油餅吃 本來正在與小伙伴玩耍的洛冰王 飛奔跑向作席 邊跑邊歡叫 太好了 終於等到我最喜歡的酥油餅了 話音未落 他已抓起一塊餅張大嘴巴 準備塞進口裡 可就在那個時候 客人大聲嚷道 洛冰王 聽說你小小年紀才思敏捷 今天是你的生日 大家特來為你慶祝 你就做一首詩送給我們吧 不行不行 小兒只是個七歲孩童 如何想得作詩 我兄就別恢復了 令郎年紀雖然小 但名氣可不小啊 大家說是不是 在座的客人連連稱事 此時的洛冰王 一心只想著趕快吃到他的酥油餅 而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一旁的父親看到他垂涎三尺的禪像 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他把兒子交到跟前 吩咐他說 今天大家特地前來為你慶祝 並希望你能幾場做首詩送給他們 那你就試試看吧 詩做完就讓你吃酥油餅 做完詩就可以吃酥油餅 好這難不到我我就做吧 正好那時他的肚子忽然咕嚕咕嚕叫起來 仿佛告訴主人他餓得不能再等了 洛冰王摸摸肚子自話自說 酥油餅啊酥油餅 聞到你香我肚子就餓得咕嚕咕嚕作響了 啊洛冰王啊洛冰王 原來你只是個小殘鬼 根本做不了詩啊 說完一陣哄堂大笑 這次連池塘裡的鵝也嘎嘎嘎地歡叫起來 好像與賓客合影 見到這般情境 洛冰王父親以為兒子在胡鬧 生氣地對洛冰王說 不許胡鬧趕快做詩 做不出來不准吃餅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你們這些大人 怎麼不講道理呢 就在這個時候 洛冰王聽到池塘裡的白鵝 仍在嘎嘎叫 他心有不憤地想 哼連你們也不理解我 跟著他們取笑我 平日真白陪你們玩兒了 池塘裡的白鵝 仿佛體會到洛冰王的委屈了 只見他們有的深井唱歌 有的展翅跳舞 有的滑譜畫圈 看到白毛紅掌在綠水中浮動的情境 洛冰王靈光一閃心想 我肚子餓而水中的是餓 餓和餓是同音 我怎麼不以蛾為題做一首詩呢 好就這樣吧 你們聽好了 我現在做一首永蛾詩 蛾蛾蛾 曲向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 紅掌波青波 好 好 真是一幅形象生動 體態逼真的白鵝细水圖啊 令郎真是敏捷才思 叫我們大開眼界 我們很希望洛先生 能向大家分享一些教導方法 哪裏哪裏小兒獻醜了 做學問功夫必須打好基礎 所以要多讀多寫 多思考多觀察 平日訓練有素 需要應用的時候 就會信手捏來 您說的太對了 我們今天親眼見到的就是一個成功的立正 那時的洛冰王正在專心而一臉滿足地吃著他心愛的蘇油餅呢 嘴裡還不停地說 真是太好吃了 簡直是人間美食之王 我希望每天都吃得到 那你每天都得幾場做一首詩了 從此 洛冰王名聲大震 神童的美誉家喻户曉 他童年時的詩歌都生動有趣 快智人口 而這正正是他平日訓練努力得來的結果 聖家樂小學 永俄 楊慧婷 旁白 周洛欣 客人 劉卓彥 洛冰王 謝辛喬 父親 全聚晚 西街徐衣門 葉本詩 西街徐衣門 葉本詩 老師越聽越餓 剛才聽到這班同學 詠娥這個作品 原來為了吃這個酥油餅 就可以作到一首好詩 都很大的推動力 美食對於很多人來說 一直聽都很開心 對對對 所以聽這個故事 我才想起來 原來洛冰王也是一個小蟬貓 小蟬貓這個意思就是餵食鬼 原來是這樣形容的 小蟬貓 聽了好多次 哎呀 那酥油餅 酥油餅 聽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覺得也是聽得很開心的 這個故事 我覺得同學的演繹 都很生同很活潑 對對對 那麼這個 在洛冰王來講呢 有一個部分呢 我就覺得可以改善一下 就是說那個 他要做一首詩的時候 他說 我的肚子餓 而水中的蛾和蛾是同音 這個部分呢 我就覺得那個 洛冰王的表現呢 可以再更好一點 就是因為他在想嘛 想問題的話 當然就 這個音和那個音是相同的 他在演繹的話呢 如果就加以一點思考的 把速度再放慢一點 那麼我覺得那個效果呢 應該會更好 嗯 那更加似在那裡思考推考的 對 因為你我們說的 要寫東西來講的話 肯定要一邊想一邊寫的 對不對 一邊講看到了 眼睛看到了 心裡怎麼想 嘴巴怎麼說出來 肯定就是有一個 時間方面有一點拖延 讓人感覺你是在一邊想一邊做的 如果這個方面呢 我覺得能夠再把那個速度呢 放慢點 而且呢 還有那個感情方面 可以再以一點 那個思考的那種 表現的話呢 會更好 是啊 那老師我聽到同學呢 都刻意地呢 就將個肚餓的我字 還有一隻我的我字呢 就讀得慢一點 讓大家聽得清楚一點 那同學是不是都讀得非常之好呢 讀得好 讀得好 因為這 餓和餓呢 剛好它那個音啊 就是單語母的餓 只不過就是一個聲調不同 餓第四聲 餓 餓第二聲 餓 對 所以它讀得慢 第一 它讀得很標準 也能夠讓你分辨出來 那個 到底是餓還是餓 對吧 到底是肚子餓了 還是那隻白餓 你看 哈哈哈哈 很有趣的一個情節 對對對 表現得很不錯 那麼 還要講的話呢 小朋友表現得好的地方 還有什麼呢 這個 洛冰王他呢 正在和一群的小夥伴 在玩耍 那個小夥伴的伴字 他說得很好 對了 帶有耳化音 說得很好 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 那麼你今天 今天大家來為你慶祝的 那你就試試看吧 最首詩吧 做得出來的話 就讓你吃酥油餅 那個讓你試試 那個試試 它也說得很好 試試 對了 試試 它有輕聲在裡面 說得很好 那麼還有一個呢 它在這兒表現得也很好的 就是那個 垂鹹三尺 我們就說 哎呀看到人家吃東西 那個口水都流了 對不對 那個鹹子呢 很多人 我們看到就 那個把那個部首一取消呢 它就變成了那個鹽子的 鹽尺的鹽 所以很多人呢 都會讀這個字呢 對的 垂鹽三尺的 對 經常都會讀到這樣的一個錯音 這錯覺了 對了 所以小朋友在這兒呢 他讀對了 垂鹹三尺 鹹 對了 我們所以也能夠通過這個小朋友的演繹 跟大家講一講 我們平常生活中 常犯的一個錯音 在這兒提醒大家 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賓客啊 的賀應 咦 這個賀應呢 叫我音 我們叫做我音 它這個賀呢 也說得很好 也很典型的一個音 因為這個賀呢 它就是呢 和 我和你的和 它是一個多音字 所以在這兒呢 一唱一和 我們經常的 都會聽到 那兩個人在幹嘛呢 一唱一和的 你看就是 常犯的錯音 就一唱一和的 會讀到和的 因為不知道的這個音呢 原來是一個多音字 所以呢 在這兒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和 和音 一唱一和 這個和子呢 要讀第四聲的 表現得很好 那麼 有錯音來講的話呢 一個呢 就是讓我們感覺到的這個 你們 我們他們 那 這三個詞語啊 在這篇 這個故事裡面呢 小朋友的演繹來講呢 幾次了 那個音太重了 因為我們的門子呢 要讀輕聲的 對了 如果你讀的話 你帶了那個調子的話呢 聽起來 哎 你就做一首詩送給我們吧 你看那就太重了 聽起來就不自然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很輕 對 要放那個音啊 要讀輕聲的 這個我們也可以說呢 它算是一個必讀輕聲 哦 必讀一定要讀輕聲 一定要這樣的 對 不能夠說我們怎麼樣 那太聲音 第一你帶掉了 就不對了 第一個 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錯音呢 就是媽媽 不能讀媽媽 要讀媽媽 媽媽 今天是她的生日 她媽媽當作 當然要做這一款 她最心愛的點心了 媽媽 對 要讀輕聲 我們之前都有提過一些例子 就是當一個稱謂的時候 尤其是如果兩個字都是一樣的 就更加要 對對對 稱謂的 疊詞 要輕聲 還有一個動詞 是 動詞呢疊在一起的也要輕聲 之前就講過了 那麼今天這兒呢 還有一個音啊 就是那個 我怎麼不以俄為題做一首詩呢 你看 那個以字 那吊字呢 偏到第二聲去了 哦 不以俄為題 一以的話 吊字就錯了 哎呀 那應該怎樣呢老師 我怎麼不以 不以 對了 以後 這以字呢是第三聲 哦 它的吊字偏到第二了 哎呀 走了位 對 還有一個音呢就是教導 嗯 對了 我們希望駱先生能向大家分享一些教導方法 那倒字呢是第三聲 它的音有點偏到第四了 嗯 比較大了 對了 教導方法 教導方法 這個是教導 啊 大部分的音呢都是很標準的 嗯 就要注意 刻意的注意一下 你們我們他們 嗯 以後要注意一下 啊 這幾個音 還有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一個稱謂方面的疊在一起的詞語 記得要讀青聲 是 因為我剛才聽到呢 同學呢 用了一個四字詞 叫做 潰疾人口 哦 那麼他們都讀得很好啊 對 沒錯 這個音讀得非常好 快智人口 嗯 整體來講呢 這組的小朋友呢 他們的演藝呢是很不錯的 很用心 沒錯 一路就這樣聽 一路就這樣聽 就算你不看著他們的廣告和劇本都好呢 你都掌握到他們的故事 那就是說 代表同學 他那個讀音呢 大部分都是清晰的 對 正確的 清楚的 對清晰 還有標準的 嗯 就我講的那幾個音來講的話呢 整個故事 就那麼幾個音 就不算多的 嗯 不算多 一兩個錯音 一定有的 對吧 所以一定 我覺得是很小的一個問題 嗯 所以整體來講 演繹得非常好 嗯 所以老師你的經驗呢 聽到同學啊 這些這麼高水平的表現呢 是不是都是可以知道呢 他們都是由很小時候開始就已經學普通話 對 能夠感覺得到的 因為如果你的 不是從小開始學普通話來講的話呢 到了這個五年級 你想著要不然五年級 要不然你中學才來學的話呢 肯定很多那些前避音後避音的 對不對 很多那些呢呢不分的問題 但這組的小朋友來講的話 我講的第一個就是聲調有點問題 嗯 就是一個聲調 還有一個你們我們他們沒有注意到 大部分的音都非常好的 都是相對輕微的 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對很小意思 這個你們我們他們這個詞語呢 是很小意思的 嗯 大部分的音都是很標準的 所以我們教普通話的人來講 我們就是聽到小朋友的發音呢 發的那麼好呢 我們是很高興的 沒錯 心裡特高興的 還有再加上這個故事本身也都寫得非常活潑 對 同學又很自然地演繹 又很明白每個角色究竟他們當時在想什麼 感受是怎樣 還有我發覺他們的速度呢都是適中的 對 速度也是適中的 沒錯 還可以很不錯的 嗯 還有那個語音方面每個角色呢 基本上都很清晰 嗯 還有這個羅賓王呢 這個角色啊 整體來講從頭到尾 就感覺到他這個 哎呀真的是很喜歡吃東西吃東西 你看整個畫面呢 都已經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沒錯 那同學繼續努力 那我們一會回來又看看第二組同學 voltage 那樣子 很快 自己都你們 都不知道 做個不準備 這次 就會讓你玩的 就好